说话是表达想法的一种方式 而沉默却也是表达关心的一种途径 道德经里说 善行无辙计 真正的善良 不必宣扬 不必自我标榜 更不必吹嘘 不问人私 不言人难 不戳人短 是一生的修行 而真正的善良 就是不动声色的成全 不追问 是一种高级的情商 看过一句话 明知不问的待人之道里 藏着一个人高明远时的善良 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苦楚 体调他人 做到知而不言 是一种高级的情商 在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中 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 嘉宾们围在一起 谈讨论自己的梦想和心愿 当时 谭松韵的母亲刚离世不久 谭松韵提及自己心愿的时候 故作轻松地说 我希望睡着的时候能够梦见他 希望我爱的人都能健康快乐 我希望下辈子他来当我的女儿 听到这里的时候 气氛突然有些压抑 大家的眼眶都红了 何炯也颇为动容 但他只是安慰说 你很坚强 我觉得你很棒 真的很棒 我为你骄傲 谭松韵并没有说出这个 他是谁 何炯作为主持人 如果继续追问 肯定可以挖出一些 不为人知的故事 增加看点 提高收视率 但他没有 因为感同身受 所以不愿戳人痛楚 正如编程中所说 不要刨根问底别人的过去 那可能是他永远不想触碰的回忆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不愿提及 难以启齿的事情 不顾他人感受的刨根问底 只是在伤口上撒盐 这种所谓的关心 不仅对他人残忍 也会让自己变得咄咄逼人 理查德 道金斯曾言 试探的背后有善良的旨意 但试探的背后也潜伏着邪恶 不要拿八卦当好心 更别把不顾及他人感受当成耿直 明知不问是善良 是一种对他人的体谅 更是自身的修养 不评价 是一种难得的修养 曾经在微博上 看过一个医院大妈的故事 她喜欢穿着花里胡哨的奇怪衣服 说话总是扯着嗓子吼 声音特别大 身上总是喷着浓烈刺鼻的香水 只要是她走过的地方 都会留下很重的气味 路人多次提醒 可大妈完全不理会 依旧我行我素 大家都说她素质低 不顾他人感受 在医院这种地方都不注意影响 还有些人说她是精神不太正常 脑子不好使 后来才知道 她的丈夫得了脑血栓 压迫到了神经 很难感受到外界事物 不仅眼睛看不清东西 耳朵也几乎听不到声音 她只有穿上非常艳丽的衣服 喷上浓厚的香水 用最大的声音讲话 才能让丈夫知道她在身边 那些我们无法理解的怪异行为背后 藏着的是她对丈夫深沉的爱 为之全貌 不与置评 有时候 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而不是事情的全部 圣经中多次说到 不要随意论断他人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 往往是肤浅 片面而局限的 没有谁能够做出真正公平的论断 如果您也曾被他人误解过 嘲笑过 重伤过 应该更加懂得言语 比刀剑更伤人 曾广贤文 有一句话 良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人生在世 每个人都不容易 我们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但却可以做到 尊重他人的人生 不去指手画脚 也不妄加评论 不轻易评价他人 是一种善意 也是一种基本的修养 不拆穿 是一种最大的善良 挪威有个很火的工艺短片 讲的是一个贫穷小男孩的故事 由于家里条件不好 小男孩每天只能带着空饭盒 去上学 每当同学们开始吃饭的时候 他就偷偷躲到外面 喝水冲击 等到大家吃得差不多了 他才会假装吃完饭 将空饭盒收起来 有一天 男孩正准备将空饭盒 收起来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 饭盒里居然装满了食物 原来同学们早就发现了他的秘密 但都默契地没有说出来 只是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悄悄地往他的饭盒里 装了一点食物 曾国藩曾说 君子能服人之威 周人之急 故事美事 能不自夸 则善意 同学们的沉默不言 维护了男孩的尊严 看破却不说破 留给了男孩体面 知乎上有网友说 人生已经很艰难了 有些事情 没必要去拆穿 看到了别人的狼狈和难堪 不去拆穿 是做人基本的修养 人生在世 每个人总有自己的艰难和苦中 谁也不愿自己的伤疤揭露人前 不拆穿别人秘密 不道破他人心思 不伤及他人颜面 是最大的善良 契科夫曾感叹 真正的教养不是吃饭的时候 不撒汤 而是他人撒汤的时候 别去看他 看透一件事并不难 难的是不说透 荀子 非是二子中写道 言而当 知也 莫而当 亦知也 说话有分寸 是理智的体现 不该说话的时候 保持沉默 也是理智的体现 真正的善良 是不动声色的成全 曾看过一句话 真正的善良 是行善 而不扯善良的旗帜 是风光济月 暗事不期 是积德不须人见 善意匡如清流 真正的善良 不需要大张旗鼓 人尽皆知 言喜攻略 中妇察皇后曾说 善欲人见 并非真善 竭尽全力帮助他人 本是理所应当之事 若是做了一点好事 就四处嚷嚷 并非真的善举 不自我标榜 助人而不大肆宣扬 才是真正的大善 真正的善良 往往不动声色 不必宣扬 却自带光芒 不动声色的给人台阶下 就是一种高情商的善良 作家苏欣说过 人生路上 谁都可能会有雨天 没带伞的时候 你帮别人打了伞 日后有雨落在你身上时 也会有人替你撑起一把伞 爱是会流转的 诗集别人 终会汇集自身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月里那些让我